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九点整 那我们赶快就进行今天的内容的分享 那要再看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下这国际新闻的部分 那国际新闻来讲的话 如果你上一个礼拜你有来小鹿的直播 小鹿是不是跟你讲 美元站上某一个位置之后 是不是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强讯号 所以本周其实美元者数都在涨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本周每一只都是往上涨居多 所以非美货币的部分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 像是欧元像是英镑都是明显压回的 所以在现在这样状况之下 后续的美元到底能不能继续往上转强 甚至往上攻击 你就要去参考一下 有没有国际上的消息面有往上推升的力道出现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早上的一个新闻当中 这里有显示什么 这里有显示一个叫做市场避险情绪激增 美元走强 那为什么美元能够走强呢 避险又在避什么险 当然大家如果你有在最近这个 接触一些国际的新闻的话 你会发现 最近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甚至全球 慢慢开始有一些经济重启的状况出现之后 确诊人数 这个疫情的确诊人数 慢慢又开始攀升了 那为什么会又开始攀升 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导致 疫情恶度爆发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开始担心了 那要是真的发生了第二次的疫情爆发 那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市场的资金又会开始回头买什么 买避险的货币 买避险的货币 那避险的货币基本上就是美元 瑞朗 还有日币 美元瑞朗跟日币 那为什么美元能够这么这么的强 小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之前在我们的一个外汇新闻村的课程也提醒过大家 美国再怎么样 美国再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它至少都还是世界上相对强势的国家 大家应该认同这个观点 不管怎么样它还是相对强 那在相对强的状况之下 代表什么 代表说一旦真的发生什么动荡 大家还是先买美元再说 还是先买美元再说 所以近期来看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北京 美国陆续出现了这个案例 再度往上攀升了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的疫情重来的状况呢 导致了这个美元这种避险的商品 避险的货币 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买盘的需求 一路往上推升 这也是为什么本周黄金这么强 为什么本周美元这么强的两大处因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这个地方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的人口 是预期的两倍 各位什么叫预期的两倍 预期的两倍代表说 本来预期可能是100万人 也结果开出来是200万人 明显的坏于预期 明显的逊于预期 代表说实际上的状况 比想象中来的更惨 所以这时候市场又会开始担心了 哇好像比我想的还糟糕 又会涌进到这种避险的资产当中 所以在本周的一个行情来讲的话 避险型的商品 黄金或者是美元 就是相对强劲的资产 所以美元指数近期这地方 往下崩对不对 往下崩到这地方来 小路提醒大家 这地方站上某个特定的价位 开始明显转强 果然本周就是往上推 那这地方有一些 像是昂达的分析师 他就说了 目前股市最大的风险 就是这个第二波的疫情 小路提醒大家 不只是股市 汇市也是一样 汇市也是一样 避险商品也是一样 因为只要疫情还在 疫情的题材一旦爆发 行情就是会飙 行情就是会飙 所以这地方他讲到 他很可能再次 风扇美国的经济 全球的一个经济增长 如果再次停摆的话 投资人将非常的紧张 这很明显 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像我们近期来讲 全球的商品 或者是全球的外汇波动度 基本上都聚焦在什么 是不是都聚焦在疫情 疫情怎么发展 外汇就会怎么发展 黄金就会怎么发展 原油就会怎么发展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东西 国际主要的外汇 期货商品 都是跟着疫情在波动的 所以疫情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当然重要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最主要消息面 还是由疫情来做一个操控 那这地方还有提到 像是初情的部分 这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同同 做个分享 那还有像是在 近期国际消息面来讲 亚股部分 或者亚洲股市 亚洲汇市的部分 最主要的风险 就会聚焦在什么 聚焦在南北韩 南北韩这地方 目前的这个紧张情绪是升温 这个北韩的这个金与镇 这金与镇 这个家族 他们家族成员都蛮凶悍的 我都蛮凶悍的 那基本上 他直接炸毁了 这个南北韩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交流处 所以这地方代表什么 代表说南北韩的情绪 紧张升温 那紧张情绪升温 各位你觉得避险商品应该会上涨还是下跌 OK 麻烦打开聊天视窗 回答一下小鹿 你觉得 在这样的状况 紧张情绪之下 避险商品 像黄金会涨还是会跌 这样的需求 基本上 避险资产应该会有 比较强劲的需求 会有比较强劲的需求 因为打仗嘛 战争时期 黄金就是一个很好的 避险商品 所以很多人都去买黄金 所以黄金进期就是往上推嘛 OK 很好 大家回答都正确 没有错 就是会往上涨 那既然我们确定是会往上涨的状况之下 我们等一下在规划行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可以有一个预设的主观立场 OK 有一个预设的主观立场 小鹿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在规划一个行情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醒 技术面才是我们的主要依据 这些消息面 这些提材面 只是帮我们加减分而已 只是帮我们加减分 因为我们的操作是根据技术面来做操作 不是根据消息面来操作 因为如果你根据消息面来操作 基本上行情都已经走完了 当你在新闻媒体上看到 南北韩打仗了 所以黄金标涨 那个已经涨完了 各位 那个已经涨完了 所以基本上 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在操作的时候 消息面仅供参考 或者是加减分 具体的实际操作 实物 你还是要透过技术分析 来协助你去规划 这笔交易的进场 出场 停损 底力 到底在哪里 才能够帮你真的把握到这一步行情 OK 这是你在看消息面 或者你在操作消息的时候 你要特别特别留意的 OK 好 那我们前面带领这个学员们 大家看一下这个消息面的部分之后呢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一些数据面的东西 我今天带领学员们来看一个东西 一个新的数据 之前没有跟各位报告过的 叫做贵金属的持仓 大家知道 ETF 大家有投资ETF吗 来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有投资ETF 麻烦帮我打一下加1 如果你有投资ETF的 麻烦帮我打一下加1 这么少人投资ETF吗 ETF基本上是很多的投资人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券商 或者是投信投顾等等 很爱推的商品 OK 好 没有关系 那 大家知道ETF是什么东西吗 ETF就是股票型基金 就是一种基金 它是一种分散投资的基金 那 什么样的商品 基本上目前都有出现所谓的ETF 黄金也有ETF 原油也有ETF 那 以全世界目前最大的黄金ETF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SPDR Gold SPDR这个黄金的一个ETF 全球最大的黄金ETF 那 美国这个地方 它其实每周会公布 他们这个ETF的持仓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全球最大ETF 他们目前的持有的黄金的这个量 各位 你去思考 这每一周公布一次的数据 近期 这个黄金的库存量持续拉抬 对不对 代表说 这个ETF 他们手上所持有的黄金的实体 那个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多 目前已经1159.31吨 1159.31吨 那 为什么 一直增持黄金 一直增持黄金 基本上就代表着 目前市场上资金就是parking在 就是parking在黄金嘛 因为ETF其实是一种被动投资 就是投资人要买黄金 黄金的库存量才会增加 他才会去买黄金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黄金的库存持续往上垫高 也代表着目前很多的投资人 或者目前的市场上大户 基本上都是把资金 驻足在买进黄金 这件事情上 所以黄金你要看空吗 各位 你还记得我们上周五的最后一单 黄金的部分 上周我是不是做一张黄金的单子 在1731.85我们是不是进场黄金多单 还记得吗 虽然这地方我们是当充出场 所以我们出了有点早 最终是达到我们的TP点 来到1744的位置 不过各位你去思考 黄金1744高不高 好等一下带你学人来看 我们看金属线图 你就知道高不高了 OK 那这图是要证明给大家看 目前黄金就是有人在增持 就是有人持续买进 所以黄金的行情 我建议大家 你从筹码面来观察 你从目前的机构法人 你从目前的ETF的持仓来做观察 黄金就是往上看 黄金就是往上看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力量就是告诉我们 大家都在买 大家都在买 大家都在买的状况之下 你不要看它太空 不要看它长得太高了 你就去空它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逆施操作 OK 好 那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赶紧来带各位投资朋友们 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行情 那样 像我们在讨论行情之前 我每一次一定会先带 投资朋友们来看一件事情 我们先看货币之王 美元指数 你还记得吗 我们上周美元指数在讲的时候 是不是说突破某个价位 往上涨对不对 对吧 我们是说这个要突破 价位开始转强 目前一路过关斩将 这个周线关键价 全部给它碾上去 好 那现在来到这个位阶 我想请问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你认为目前的美元指数 到底是多方格局 还是空方格局 多方 OK 有人回答 多方 多方对不对 OK OK 好 很好 大家觉得是多方 没有错 因为目前底部形态 是不是打得很漂亮 底型打得很好 目前又占上这个周线关键价 周线关键价在哪里呢 小鹿用打字的方式跟各位学员来做报告 就是97.46 美元指数目前只要守在97.46以上 全部都是偏多看待 守在97.46之上 请你全部偏多看待 那往上看的目标价在哪里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好几条紫色的线 紫色的线就是月线关键价 那目前上方第一个是97.96 第二个是98.3 第三个最远的是99.15左右 好各位 这三个价格来到这个附近位置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地方能不能成功的站上去 就是行情能否继续往上转成的关键 所以小鹿认为没有错 目前美元指数底部打得非常漂亮 97.46秒跌破之前全面看多 这个小鹿完全同意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这地方来看的话 基本上正到往上走 下一周基本上 最基本的一个挑战位置在97.96 97.96往上走 基本上就有机会继续往上挑战下一个关卡 以及最远的这个99.15的关卡 所以目前看来美元指数搭配这个疫情 有机会往上推 因为闭钱的资金会开始涌进到 这个比较稳健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往上推升的状况之下 既然美元指数我们预期会往上走 继续往上攻击 代表所有的非美货币会怎么走 很好 所有的非美货币 基本上它的方向就会往下跌 因为美元指数跟非美货币 它是完全的敲敲板关系 非常好 投资朋友答的是完全正确的 OK 好 那既然我们现在心里已经有个想法 有个概念了 对美元指数下周要涨 非美下周要跌 所以我们来开始规划一些 我们的一些商品的行情 当然我们在讲货物费行情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的商品 首先小路带大家来看一下的是黄金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说 ETF的这个增持量 黄金一直往上涨吗 对不对 好 各位请你特别留意了 黄金目前的水位在1744的位置 前波这高点在5月18号创下来 是1760左右 1764左右 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有在专注看小路的IG的话 我曾经有一篇贴文讲过一件事情 黄金什么时候 有看到1700以上的价格 你还记得吗 小路讲过很久以前 好 我切月K 给大家看 这是月K 上一次走到这个位置 走到1800以上的位置 是在2011年的8月 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 来跟各位同种做报告 我们现在看08年这里 08年这里是不是金融海啸 08年的年尾 这里 2008年的11月12月 这里 这个位置 来小路画一下 08年年底 大概1112月这位置爆发金融风暴 雷曼兄弟的倒闭 导致这个环环相扣 很多的银行开始接近来倒闭 那很多的账都缴不出来 环环相扣一直往下倒下去 所以黄金造成一路的暴涨 黄金造成一路的暴涨 那黄金一路暴涨之际 后续怎么会再推这一段 这一段又是什么在推的 这一段是欧债风暴 2010年到2012年 所谓的欧债风暴 再把黄金往上推到下一个档次 最高已经来到1900多的水位 1900多 所以1900多之后 经过了这么久的长时间的整理 经过了10年的一个震荡 目前又回到1744 又来到前波这个高点附近的位置 各位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上一次发生是欧债风暴 这一次发生是疫情对不对 是疫情的关系 导致目前市场会有避险的需求 买黄金往上推 那接下来你要关注一件事情 你说行情会不会 小鹿会不会往上站上去 攻上2000的位置呢 很多人都在喊嘛 黄金上看2000上看1800上看2500 甚至BOA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他说什么 他说黄金上看3000 投资银行带头喊黄金上看3000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他的理由是一个 他的理由叫做联准会持续印钞票的状况之下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美国现在是不是疯狂印钞票 就这个股市对不对 所以疯狂印钞票的状况之下 你觉得货币以美元来讲 他中长线来说的话 会比较有价值 还是比较没有价值 你觉得他是有价值的 还是没有价值的 疯狂印钞票的状况之下 大家可以去思考 应该是比较没有价值的 对吧 应该是比较没有价值的 因为物以稀为贵 供给需求法则告诉我们 如果供给明显的大于需求 代表说这个价格就会跌 这个价格就会跌 所以这也是美国银行 为什么有本事 他们有把握喊黄金会上看3000 因为他认为联准会可以印得出钞票 但绝对印不出黄金 绝对印不出黄金 所以黄金未来是一个很硬的需求 很硬的需求 所以基本上 他们非常有把握喊到3000 那你问小路的观点吗 小路不会去预设立场 不会去拆 不会去想 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技术面 来做规划跟操作就OK了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盘面来看 盘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前波这里有一个周线关键价 这周线关键价呢 就是在1745 1745能不能站上去 就是行情能否正常的关键 站上去了 不要想太多 就是偏多看 就是偏多看 所以下一周小路的观点是这样子 来小路规划路线 跟所有的学员们来做一个分享 我下周会这样看 如果能够往上突破的话 不要突破太多 1750左右 我会进场追单 如果他有正当拉回之际更好 拉回我再布局多单 我要往上看 我要往上看 我也往往上看的 那第二种路线 如果他下周开盘没有开得很高 没有开得很漂亮的话 有压回的疑虑 我就会先防守这个日线关键价 并且再度期待他往上破 那目前来看的话 日线的关键价的防守位置 大概是在1738 1738 也就是说1738是目前关键的多空分水令 1738只要站稳 站稳之上 1738我都会看多 我都会看多 所以黄金的行情的部分 目前还是一样往上看 往上看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震荡整理 震荡走高之际 还有机会往上看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OK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黄金的行情 小路跟各位同学规划两条路线 那这两条路线 小路一样 会在我们的一个Telegram当中 即时带领我们的学员 进场做布局 所以还是一样 留意我们的Telegram的 即时讯号即可 那这是小路对于黄金的一个观点 好 那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商品哦 好 那我们下一看 来看一下原油的部分 好 原油你还记得吗 小路之前好几次直播 我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原油就是看多 不要想太多 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有连续好几次来看我们的直播 你一定就知道 每次原油小路就是说多 就是说多 就是往上看 目前我的观点有改变吗 我的观点没有改变 目前的原油还是偏多看待 那偏多看待之际 大家应该发现 目前原油已经占上40块的价格 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震荡了 好 现在出现比较明显的震荡 上方有两个周线关键价 下方有两个日线关键价 怎么看待 来各位 我们的观点还是一样 竟然是往上看 竟然是往上看 因为下方重重支撑 各位 下面这里有两个周线关键价 两个月线关键价 两个日线 再两个日线 总共有四个日线关键价在下方 下方只有重重的支撑存在 代表说目前多方的防守 多方的一个控盘力道 还是相对强劲 所以原油拉回 我们还是要看多的 目前的价位在39.42 那我们来看日线关键价 这两个位置 都在38.8左右 38.8 那38.8只要能够成功 手稳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上看 所以目前看的话 这个位置其实可以直接布局多单 其实可以直接布局多单 往上看 防守位置就设在小路 跟各位学员报告的38.8 这个位置就OK咯 没有破 请你往上看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看多 我还是看多 为什么 逻辑跟各位报告过了 下方有很多的支撑线 上方的压力 仅仅只有两条周线关键价 目前整体趋势还是向上看 所以我们不要预设立场 我们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即可 这是小路对于目前的一个 原油的一个观点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行情咯 下一个商品叫DJI 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指数 那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贴文的话 应该知道上周五 上周五 是不是美股四五日 什么叫美股四五日 四五日的意思就是说 有美国的四大延伸性金融商品会统一做结算 包含股票指数选择权 包含股票指数期货 包含各股期货跟各股选择权 四种商品会联合做结算 那只要有结算的行情的话 基本上庄家会有意图控盘的一个味道出来 所以震荡通常会比较剧烈一点 那我们从这四小时的K棒可以看得出来 震荡很剧烈 所以往下跌了 这个地方注意咯 小鹿要更改我的观点了 我要更改我的观点了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报告 道琼是多方对不对 道琼目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 很大的瑕疵出现 因为它跌破25850了 跌破25850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瑕疵 因为各位 紫色线我说过叫做月线关键价 它跌破了25850 月线关键价代表月线偏空 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行情的风险已经加大 所以下一周行情不排除 再往下回测 这个周线跟月线的一个关键价支撑 大概是在25500一点左右 你要留意咯 25500你能不能撑住 撑不住就会继续往下看 看到25000点了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行情的一个风险是有加大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有操作 像是道琼指数相关的商品的话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目前的行情风险是加大的 所以下周我会怎么看待这个道琼指数 我会先看止跌 我会先看止跌 刚刚提过25500这个位置 能不能守稳 能够成功守稳的状况之下 这里只要能够成功守住不破 收一个下引线 或者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反转讯号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尝试做多单 并且往上看到 这个重重的一个日线关键价的部分 短线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日线关键价的部分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一样哦 我建议大家短打操作就OK了 你说要看到上方的周线关键价 小龙来这地方有点困难 毕竟上方这里有三个日线的关键价来做突破 这地方只要能够成功突破的话 才有机会往上看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道琼指数部分 你下方你可以先关注一下 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 25500点 成功首稳的状况之下 有机会往上推 推到上方的这一块日线关键价 那日线关键价的区间给大家 26000到26300 这附近就是一个很好的停地位置 这附近就是一个很好的停地的区间 所以这地方你要特别特别留意 下周能不能出现一个反转的一个形态 我们就可以来抢一个短多 这个也来抢一个短多的讯号 好那再来赶紧来抓紧时间 好来看一下 原油带了 OK好我们来看货币队了 赶快来看货币队 因为时间有点 有点赶 那以欧元的行情来讲的话 欧元我们上周 哇上周真的可惜 上周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欧元的空单吗 这张空单真的是有点可惜啊 各位小鹿我们喊 小鹿喊出这个平常的讯号之后 一喊就直接大跌 还记得吗 一喊之后就大跌 我们在礼拜六的一个外汇新手村的课程 也有学员跟小鹿反应 我一空就跌 真的很可惜 那这地方来看的话 你说行情的趋势改变了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目前还是空方 因为我们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了 美元指数我们看多 那非美当然就是看空了 看空之际目前跌破 这个周线关键价 日线关键价这全破 基本上 目前的防守价位在哪里 11867 11867 短线上来说 1.11867没有站上去之前 这个欧元对美的部分都是偏空 都是偏空 那目前下看来的话 这个地方有个11458 这是第一个停利位置 只设了月线关键价 来到这个位置你要保守一点 因为这里有个平台支撑 这里也是月线的关键价 所以基本上小路认为 欧元目前来看的话 反弹之际 反弹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做空 那如果以小路的观点来讲的话 虽然这地方有一个 1.11867 很接近的日线关键价 不过因为距离实在太近了 小路愿意放宽一点 我们先放宽到这个周线关键价 再往下跌 那周线关键价在哪里 周线关键价在1.12142 这个位置只要能够没有破 各位这里没有突破的状况 代表说这一条下向趋势线 跟周线的关键价 确实提供了双重压力 双重压力 基本上这里用眼睛闭着空下去就对了 往下跌 有机会来到1.11458的停利位置 所以下周的欧元 我们依然处于一个看控的思路为主 那当然GPUSD就是英镑的行情 那英镑我说过了 当然还是一样 它是非美货币 就是全数看工 这周怎么跌成这样子 各位它全数暴跌 它跌很多 这是1.1 1.27 甚至1.23 短线跌有多多的 而且这个地方很关键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 这是什么 这是月线关键价 有没有看到 月线关键价 月线关键价如果真的再破 那英镑完蛋了 英镑真的会往下崩跌的一个状况出现 这里你要小心了 这很关键 这个位置很关键 那基本上我不要带大家追空 因为短线真的跌好多 我不要带大家追空 我要带大家反弹空 反弹上来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两个 日线关键价 对吧 这个地方 两个 防守位置 没有成功突破之前 代表说英镑确实显著遭到压力 会往下跌 会往下跌 所以下一周 反弹上来来到1.13 1.238 或1.239 1.24附近 1.24附近 我会进场带你学人们放空 来到这个位置 我会带你大家进场放空 往下看到哪里 就是看到这个月线关键价 1.234的附近位置 我会看到这个位置 所以目前的一个行情来看 英镑我也是看空 所以符合我的论述 我从头到尾就跟大家讲 下一周的美元指数依然看多 所以所有的非美 我们当然就是看空 我们找寻放空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带你大家一定要先看一件事情叫做货币之王 一定要先了解美元下周到底怎么走 美元签动的股汇数的行情 所以你知道美元怎么走了 下一周的所有的操作就会比较顺利一些 OK 好 那我们跟所有的学员报告完我们的一个商品 那报告完商品之后呢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下一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财经日历 有没有什么消息是值得投资们来做一个留意的 我们来看下周一的消息 那下周一其实比较没有明显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像这周一晚上有一个美联储 纽约联储的一个制造业指数 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状况 不过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 诶 时间有点怪对不对 难怪我想其乐这数据王在哪里看过 这是本周一的 我们看一下下周一的不好意思 来看一下周一的 下周一的是 真的没什么消息 OK 加拿大的央行行行长迈克勒姆要发表谈话 所以如果礼拜一的晚上 你持有这个加币相关的商品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这晚上11点 通常行长的讲话的行情会刷来刷去 会非常非常危险 我建议你如果你可能有小赚 你可能有小赔 你不想赌 你不想把你的风险放大的话 你就出场就好了 你就出场就好了 那周二来讲的话 周二的消息面 就比较多了 欧洲要开始公布PMI的初值了 英国也要公布PMI了 PMI的指数 小鹿有做IG的贴文 你可以在我们的IG上面看到底什么是PMI 那PMI的影响其实基本上会比较大 就是影响这整个景气的预期 这你要留意哦 礼拜二的下午4点跟4点半 你要特别小心一下 那晚上的9点45 这个Market的制造业的PMI也都要出来了 OK 还有这里FOMC的票委要参加线上问答会议 在周二的凌晨6点半 你要特别小心 讲话的盘就是上下刷来刷去 有可能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震荡 那周三的行情来讲的话 会公布原油的API 还OK 还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IMF要公布这个世界经济展望 哇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各位 世界经济展望 这会影响你猜猜是什么商品 你觉得公布世界经济展望 会影响哪一个货币的活动 来各位 麻烦回答一下 猜猜看 IMF是国际货币基金 他们发表世界经济 对世界经济发表展望 那什么货币会动得最厉害 OK 有学员回答美元 很好 对就是美金 美金只要一波动 所有非美就会波动 股市就会波动 所以很重要 各位很重要 所以礼拜三的晚上9点 你要特别留意 有IMF的这个消息要出来 那周四6月25号 好来看一下 哇 美国要公布当周出行 世界经人口 要公布GDP值 公布那样品订单 所以礼拜四的晚上 注意了 请你mark起来 如果你有行事例的 小路建议你 如果你有在用行事例的话 你在周四 你特别记录一下 8点30分 有这个重要的行情 因为这个行情会很大 波动绝对是很大的 所以你不想读行情 你会怕 你会担心 你这个地方就不要持有单子 你就不要持有单子 OK 那欧洲央行 也要公布会议的利率纪要 然后这个地方 有美国的票委 也要发表谈话 所以礼拜四风险是最大的 下一周的行情 下一周的行情来讲的话 周四行情是波动最大 风险最大 你特别特别小心 周五来讲的话 就是会有密信跟大学 这个消费者信息指数 还OK 这个基本上不用太过care 不用太过care 财经大师这里还没有跑出来 不过没有关系 OK 没什么消息 所以下一周的行情的一个聚焦 消息面的聚焦会聚焦在周四 聚焦在周四 所以如果你周四 你持有单子的话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持有单子的风险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不要做 OK 你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会怕 你真的会担心 你会睡不着觉的 你不要做 因为安全才是在市场上活最久 活下来 走更远的方式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 来容许小鹿来做一个 呃我们的一个工商服务一下 小鹿在七月份有开设了 进阶交易实战班的课程 这两课程我会分三堂来上 前面两堂是教学课 教你如何正确找到关键的进场 退场位置 怎么设置停利跟停损 这是我们的课程内容 再来这两堂课程上完之后 小鹿会跟学员们讨论 我们挑平日一天的晚上 那天晚上会有两个小时 我带领学员们一起来检讨 近期操作的对象单 这些对象单 有没有什么值得 做得更好的地方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地方 学员是做的 比较需要做调整的位置 小鹿也会跟学员一一来做讨论 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交易做得更好 这是实战班 才会特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OK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当然小鹿都把链接 贴到我们的 Teragram的置顶纹上面了 如果你有兴趣报名的朋友们 你可以先联络一下小鹿 跟你聊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是小鹿可以帮到你的 如果你有认同小鹿的观点 或者你认同小鹿的操作的话呢 欢迎你跟上小鹿的脚步 那我们的费用非常非常的便宜 这三堂课程只要5000块钱 各位只要5000块钱 10个小时的课程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你跟上小鹿的脚步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课程呢 就到这个地方咯 那祝福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休假愉快 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